最近接两天港股在高位里边震荡 大概这个水平都是在两万点到两万零五百点这个空间 投资界要特别的注意了 就是星期四当这个期货接算之后 是不是这个恒生指数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机会调整的机会是有的 但是这个调整的空间呢可能不会是太大 因为大家知道了 最近港股方面的基金量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估计了就是港股调整到这个一万九千两百点到一万九千九千五百点 两个水平了已经有一个比较大一个支持的 所以八月份来讲了 我觉得了整个行情了都是应该是比较上落方面了 应该是比较宅富一点的 投资界在这方面要小心一点 所以看到就是最近一些基金都是又采取一个比较炒股 不炒这个是不炒这个指数的这个策略 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基金在现在目前这个水平了 已经开始变得比较更谨慎一点 但是我觉得了总体的行情了在下半年了都应该是上上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